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封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贾跃亭 北京时间7月22号的晚上 贾跃亭的电动汽车公司 法拉第未来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完成了关键一月 股票代码是FFIE 这是非常不容易 老贾终于把自己的电动汽车拱上市了 经过了六轮的融资 管融资的钱可能就300多亿了 那他的现在市值也就300亿左右 那不管怎么样呢 这件事情也总算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很多人说很激动 很多人很崇拜这个贾跃亭 说老贾终于克回国了 说老贾好样的 老贾走我就说你行 你一定行 我们今天主要来谈什么问题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 就是贾跃亭这个人 他真的是个骗子吗 贾跃亭的法拉第未来 真的有未来吗 首先呢 我们来说啊 这个老贾 其实还是真的挺有能力的一个人 无论从各种方面来讲 他真的是挺有能力一个人 比如说呢 第一他很有想象力 我认为在国内来讲 就是说这个硬件几乎是免费 然后用内容来收费 这个先例就是贾跃亭开创的 我觉得非常有想象力 敢干 有那种山西晋商的那种彪悍 我人生中第一台智能电视 就是乐视电视 所以说这个我对乐视还是 当时是非常认可 就他整个这个模式 我认为他硬件就是不赚钱 但是通过软件 通过内容来赚钱 那通过内容来赚钱呢 我愿意去付费 第二个呢 就是比较能折腾 就是作为一个创业的人来说吧 就是敢于折腾 不断的愿意折腾 不满足于停留原处 这个是你做成事情的一个基础 因为创业这东西就是这样 就不进则退 逆水行舟 所以他能折腾 爱折腾 这个是成功的基础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敢于创新 就是打破常规 刚才我们讲了 就是做内容来付费 硬件免费等等 他开创了很多 第一个 就是说他有这种突破性的这种思维 他有这种勇气和胆量 敢于去突破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 他比较喜欢贾跃腾的这个原因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他融资能力比较强 整合资源的能力比较强 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 作为一个项目的带头人 作为一个做事的这种 这个老大来说 如果你的融资能力不行 忽悠资本的能力不行 那你这个项目是很难发展的 那在这一点上 贾跃腾无疑是登风造极 如火纯青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是山西晋商 就是游走于很多灰色地带 他敢于去做很多这个超乎常规 突破想象的一些事情 有这种商人的这种野性 和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 这所有这些一切呢 都是贾跃腾能够做成有影响力 事情的一个基础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他的原因 我们对他一顿夸奖 那是不是我们就认为贾跃腾就一定能成功呢 这次也不是 相反呢 其实我抱有比较悲观的这种观点 我认为呢 法拉第未来很难有真正的未来 如果还是贾跃腾来操盘的话 那他有哪些问题呢 就是事情过了这么久 就大家来分析乐视为什么会失败 贾跃腾为什么会逃到美国去 其实有很多原因 比如第一个 他业务非常分散 当时乐视网做内容其实发展的很好 但是呢 他上市之后 融资成本比较低 管理非常的混乱 导致什么呢 导致他业务非常分散 最多的时候七大板块 七大板块一个不能丢 对吧 什么内容啊 大屏啊 乐视体育啊 乐视手机啊 乐视汽车啊 还有互联网金融啊 等等 七大板块 但是其实呢 这七大板块所需要的资源 远不是他现在所掌握的资源 能够支撑住的 所以这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进向的钱非常少 然后花钱的地方非常非常多 而业务又非常分散 一个业务还没有真正打透 没有真正做好 然后又同时铺开非常多的这个地方 所以就导致啊 整个的是他能铺的开大 七个茶壶 只有两个壶盖 那最后你无论如何也是盖不上了 其实我们回顾啊 这个我们整个中国的商业史 其实大家这个看的规律就是 就是你一定要战略聚焦 不只是一家公司 一个很大的什么地方经济的发展 一个国家的发展 其实都是要战略聚焦 没有任何人能够说 我什么都擅长 什么都擅长 你比如腾讯 到现在他仍然是以社交 这个为他的核心竞争力 阿里巴巴仍然是以电商 为他的核心竞争力 而且在电商领域里面 他最强的仍然是服装 服装里面的女装 那到现在也无法改变 比如说京东 他最强的仍然是3C电商 就是3C电子产品 这是靠那个起家的 他改不了的基因 对吧 所以说这个 你很难说我一件事情 做好的 做很多事情 这是违反规律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太分散 太分散的原因 主要是取决于带头人的这种性格 老贾就这种 那思维非常的分散 思维非常的分散 所以呢 以后他可能做事还是这种风格 这种风格的话是没法成功的 这个你可能觉得说的比较绝对啊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来讲 或者是拿了很多投资人钱的这种创始人来讲 其实他应该为投资人负责 但是贾跃亭并没有这么做 他其实来讲对投资人并不是非常的负责人 你比如说非常多的明星啊 非常多的明星给他投资了 那最后也都血本无归 对吧 这明星包括什么黄晓明啊 孙丽啊 邓超啊 什么张艺谋啊 对吧 还有很多啊 还有很多什么曲影啊等等 这些明星啊 投的钱也基本都拿不回来 第二呢 还有很多机构投资者 第三呢 还有很多大佬 比如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融创的老板孙宏斌 果断出手 一百多亿投进去了 最后也是全部赔了 孙宏斌自己也承认 说这个是失败的一个投资 非常失败的投资 还有恒大的许家印 对吧 最后还这个队部公堂 对吧 还有谁呢 还有马云 还有王健林等等 这些大佬都舍进去了 然后你可能说明星啊 这些金融大佬啊 这些投资机构啊 他们都很有钱 赔点就赔点了 无所谓 其实他最不应该 这个辜负的 就是这些股市上的这些个人散户投资者 乐视网退网的时候啊 这个退市的时候 还有26万多的这个个人散户啊 就这些人的钱也都血本无归 所以说对投资人来讲 他是不负责任的 这个 这个是有失信用啊 就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在信任他 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是不会再信任他 然后第三呢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他为什么会失掉这么好的一手好牌啊 就是账目财务关于你非常的混乱 关联交易 子公司各种关联交易非常多 导致是到最后这钱去哪儿 不知道啊 就你会发现很多钱投进去了 但是钱最后不知道去哪儿了 你搞不清楚啊 就是按咱们常规思念来讲 我们觉得说投了这么多钱进去 总能做一些事情出来 对吧 那钱花哪儿去了呢 不知道 财务非常的混乱 这个是任何一个公司 都不应该出现的这个情况啊 还有什么呢 针对合同伙伴的实信 我们知道那个乐视网那个APP 不有一次火了吗 写了欠122亿 对吧 就这122亿很多都是供应商的钱啊 供应商的血汗钱 欠人家供应链的钱没给 供了货了没给钱 所以你说这个供应链里面这些企业 是不是很多都因为这个事而抖毙的呢 所以啊综合以上原因 就是我其实完全不看好贾跃亭 以及他所操盘的任何项目 FF上市了 大家觉得说上市了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机吧 然后大家都期待着说 贾跃亭你是不是可以回国了 然后在国外采访贾跃亭 他也讲说必须回国 当然了 中国现在是世界发展的中心啊 几乎是 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发展的中心 中国发展的非常非常快 日新月异每一天都不一样 如果你想做生一番事业 那肯定要跟中国挂钩啊 特别是你本人就是中国人 那离不开中国 所以说他想回国也是很正常的 说必须得回国 但是回国之前怎么办 你要把债先还上 对吧 你要还债 你必须把FF经营好 但是FF现在想经营好的话 难度非常的大 啊 我们来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 FF现在主打的是高端车 它的目标是 对标奔驰宝马 这些什么跑车等等 就是说 它的目标是一线品牌 所以整个它的电动车的定价 是非常高的 折合人民币200多万 所以说这么高的定价 就导致它 一上市即使量产了 即使量产了 它的销量会非常低 销量非常低 它就不能实现规模化 它就不能实现规模化的话 它就没有数据 那么它的自动驾驶啊 它的整个供应链的成本 它就没法降下来 而且有人给估算了 说你这个即使量产了 上市的第一年的 卖出一千辆就不错了 因为售价太贵了 你卖出一千辆的话 怎么办 接着第二年 你就得研发新车啊 你不能一直卖它 你紧接着就研发 三十万到四十万 这个区间的 就是低成本的 这个低价位的电动汽车了 要不然你没有数量 没有量 没有规模 你要在三四十万 二三十万 这个区间去做电动车的话 你的竞争对手太多了 首先是有特斯拉 那就不用说了 国内的造车 新势力啊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这个三个新势力 小鹏 理想和蔚来 再加上商 比亚迪一些些 也在猛进去追 而且是势头很猛 在这个区间里 你没有任何优势 那已经是一片红海了 对吧 你展卫庭的信用 对吧 和你做事的这种风格 和你这个融资的这些 这个已经失去信用的这种 这种融资的基础 你怎么能够对抗了中国现在这么竞争的一片红海的市场呢 这些竞争对手呢 对吧 而且现在他的整个的量产车间工厂现在在美国 在中国的工厂还没有落地 听说跟珠海政府在谈 最后也没有谈成 那如果你把工厂建在美国 想实现低成本的量产的话 那更不可能 你想实现低成本快速量产 必须在中国 必须在中国 而你想在中国实现量产 你必须还占 这是个死循环 对吧 所以说 即使FF上市了 大家也不是很看好 蒋约庭的这个项目 所以说总体来讲 我知道有很多人很崇拜贾跃亭 这个事情 这个话题是很容易招黑的 但是呢 其实从我内心来讲 我也是个创业者 我也很佩服贾跃亭 能折腾到现在 这么有任性 不放弃 然后呢 有这么强的资源整合能力 这都是他非常有优势的地方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敬佩的地方 但是呢 从做事的风格来讲 从做事的这种战略能力来讲 这个他是完全失败的 完全失败了 另外呢 他整个的商欲 就是商业信誉 完全的丧失掉了 完全的丧失掉了 不会再有真正的投资者 和供应商的相信他 其实来讲 他在中国做事是举步卑鉴的 没有人在相信他 所以综合总统原因来讲 我是不看好 贾亦廷和他这个项目的 他说一定会回国 我认为是遥遥无期 好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